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压布角的单元 那这一次 这一回合的示范呢 会以R 就是我们的按针缝压布角 按针缝压布角 这一个压布角来做示范 那这个压布角R 按针缝压布角 基本上呢 大部分都是用在我们在制作 车缝裤管的时候所使用的 那等一下会用部分缝的方式 来教大家R 按针缝压布角的操作示范 还有一些可能在制作上的一些重要的事项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教各位如何使用R 按针缝压布角 接下来我们在操作R 按针缝压布角的时候 先呢 我们在车缝我们的按针缝的这个花样的时候呢 我们要先选择按针缝花样 那花样因为每一台机型的选择的数字不太一样 那以这一台FS60S来做示范的话 它的花样是09 或者是10 所以我们先在这边先把我们09的花样先选出来 这个是09 所以它这边有一个R 就是告诉你 你的压布角要换上R 按针缝压布角 这个是它的基本设定 如果今天你的布料是属于有弹性有针织的 我们就把它设定在10 一样也是R 10的花样一样是按针缝 只是它比较适用于有弹性针织的布料上面 那我们今天所示范的布料是一般的棉布 所以我们选择09就可以了 09一样按针缝的花样就可以了 那现在老师先示范给各位看一下 车缝出来的花样它的走向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再做进一步的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开始车缝一段 各位可以看到画面上 它的针位会因为它的花样的走向是左右跳 左边的部分它会先车缝直线一小段 然后再往左边勾一针回来 它的车缝的走向会是这样子 直线一小段 然后再往左边再勾一段 那这边先给各位看一下车缝出来的样子 那这个你要起针的时候 跟我们做车不边压不角居的时候一样 要往后带 不是往前拉往后带 然后再切掉 因为它中间有一个挡片 比较不适合往前拉 那各位可以看到车出来的花样走向就是这样 刚刚老师说明的部分就是 它会有几针是直线的 然后再往右勾一针 各位要记住它是直线 然后再往右勾 所以这个部分会依各位在车缝的时候 去调整它的增值的长度 跟幅宽的宽度 这个是它标准的设定 如果我今天我的直线的间距宽度 我要让它拉长的时候 我就要把我的针距调大一点 譬如我现在这边调一个3.0 好我车给各位看一下 两边的变化有什么变强 各位可以看到画面 这是第一次车缝原设定 这是我把它的针距调到3.0的时候 它是不是拉长了 拉长中间的间距 所以这个间距的部分可以依各位的车缝的当时需求来做调整 那当然除了长度以外 这个宽度也是可以调整 那我再做一个是把我们的宽度设宽一点 好我这边把它设定到3 调多一点让各位看一下它的变化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它三个车缝出来的变化 好那这个是最后一次车缝的 一样这个的针距是3 宽度也是3 所以它的针距 针值的针距跟幅宽 它都是可以依个人的需求去做调整 那各位知道这样的原理之后 我们再来做正式的技巧的一个说明 好那接下来这个画面呢 老师用部分缝来做说明 如果你今天制作的杨彩或是其他的作品 是属于比较高级的一个款式的话 我们不想要下摆的地方是一个直线的压线的感觉 你就可以使用暗身缝 譬如说西装裤的裤管 或是比较高级的女性的像裙子的下摆 其实你都可以做这样子的模式 那其实比较常会运用在 譬如说冬天布料比较厚的毛料等等 要做出它的高级质感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我们就会使用暗针缝压布夹 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示范 如果这个是我们的裤管 或是裙摆其实都没有关系 翻过来背面它就会长这样 这是我们的下摆的缝份的宽度 那一般像这样的宽度都会设定在3公分左右 大概2.5或3.5其实都没有关系 那我们先把这个下摆先折烫好 然后压布角换好 我们就要来把我们刚刚的暗针缝压布角的这个花样 然后实际上车缝给各位看 那如果你车缝的是一个筒状的部分 你可以先把我们的零件盒拆掉 那你就可以用巧避的功能来车缝 是会比较好制作的 那在这边我们如果在制作暗针缝的时候 我们的下摆的折法是有一个技巧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们是要把缝份 用这个来说明好了 缝份折往后折 这边的宽度是1公分 所以老师从前面开始说好了 所以如果这个是我们的下摆已经折烫好之后 我们再把我们的缝份再往后推出来 这边的宽度是1公分 那你可以先用珠针先把它做固定 那大约目测是1公分的一个宽度 这边是不建议各位去烫 因为会有一个烫痕在 所以这边我会建议各位用珠针 那珠针的部分请各位就是选用 在缝线机可以车缝过去的 这种极细的珠针会比较好 所以你先把你的下摆的部分 裤管的部分先把它折成整圈折好 然后用珠针比好这样子一个桶状 接下来把我们的裤管套进去巧避之后 我们这边压顾脚是不是有个挡片 把我们的挡片靠在我们这边 折横的这一条线上面靠过来 那我现在所使用的设定是它的圆设定 也就是它的针距是2.0宽度是0 那刚刚有说明这个针距的长度跟宽度 各位都可以自行再去做调整 那这边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说明 就是你在车缝的时候 你选择的线很重要 请你们选择的线的颜色 要跟你原本布料的颜色要很接近 这样你在翻回正面的时候 这个的线的出现的这个部分才不会太明显 所以你的线要选择跟你的布料的颜色要相近 这个是一个重点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车缝 那我这边先车慢慢的给各位看 好 那刚刚有说明它的走向就是先直线 再来是横的一针 那横的这一针呢 基本上我们会把它设定在 它勾过来的这一针 这一针不要勾太多 勾太多它出现的这个横的点点 它就会越长 那基本上我们勾出来在表面呈现 大概是只有0.1到0.2的这个宽度 会最佳 所以如果你车出来这个横的点点太多了变现的话 那就是表示你这个横的设定 幅宽的部分设定太多 就要再做调整 好 那我们先用圆设定车给各位看 好 先直线 然后再横的一针 那基本上横的一针车缝过来 大概在0.2的位置 如果太多我们就再设定 好 那我先车一段给各位看 我先车这样一小段给各位看 我们来看正面 我先拉出来 这是我们刚车缝的 这是我们刚车缝出来的直线跟横线 都有勾到嘛 如果没有勾到表示你跨过来 或是你挡片没有对好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针距太密了 我可能要长一点 你就可以改我刚说明的针距的地方 好 那我翻回来正面给各位看 正面就会像这样子一点一点一点 其实这样都算正常的 好 那只是针距的部分就是依个人的需求去做调整 那这边我都会建议各位 基本上可以调到3.0左右的一个针距 好 那浮宽的部分 宽度的部分 就是看个人当下车缝的需求再去做设定 好那就是这个就是车缝完一圈的效果 给各位看一下 当然如果你今天你的线要改用透明线也是可以的 那车缝完就是表面会是这样 那里面的部分呢 好翻回来给各位看 里面就会是这样 好 所以如果你学会按针缝 你之后你就可以自己改裤子的一个长短 是很实用的 好那这就是我们按针缝压布角的一个操作说明 尤其是我们的对视频 每个视频都可以有关键